雲端在上面,因為之前沒有分類,我把它分一下 因為同學有跟我提到說 但我也覺得這樣OK 按照步驟 1 2 3 4 等一下你們就1 2 2就宣告,宣告東西就這樣 其實這個是很好參考 反正就照這樣做 然後再3就是連結 連結多連結一個東西 資料庫 上面連結是傳統連結 原來的對不對 底下就是database table table是這一行 然後 fill 有沒有,資料庫,資料表欄位嗎 不就是這種觀念嗎對不對 你無論哪一種database都一樣 你這觀念通的話 管它你是哪一個 像其他Microsoft用ADO ADO也是這樣處理啊 一模一樣啊 沒有不一樣啊 OK,然後呢再來就get all get all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資料全部用roadcarry有沒有 查到哪裡,查到cursor裡面 然後呢再update到哪裡呢 到disturview裡面就好了 所以這兩個方法我是額外寫啦 因為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額外寫我是 這邊是一個function 然後return回來就有一個cursor 丟回來給我 所以這個是那個get all的方法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方法來寫法就java寫法啦 如果你那個return值有return跟沒return 這要搞清楚喔 OK,然後這邊的話有個void 這個是一個沒有回傳值的方法 update all update all 實際上就是把資料 建一個update adapter 那把它怎麼樣呢 把我們取回來的那些資料 再塞到listurview裡面去 流程的話其實多一個判斷而已啦 所以將來這個判斷的技巧 各位也可以學起來 如果那個cursor裡面根本沒東西的話 那你要再就不要做了吧 OK 那底下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simple cursor adapter 那這個adaptor的觀念 有然後把相關的資料就OK了 好,那這是第一個階段 那其實做到這裡 應該你的那個database就建立起來 那再來的話 其實有些同學講說 老師那剛剛沒有建那個auto increment 所以建議各位是怎樣 如果你怕會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我們的鍵的時候 再多給他寫一行 寫什麼呢 在這個primary key後面的話 加上什麼呢 加上auto increment 如果你忘記怎麼pin的話 在前面的這邊就有了 前面的那個 證照考題裡面不是有auto increment 那你把它加到哪裡呢 加到我們的primary key後面 加上一個auto increment 這樣子就OK了 不過測試的結果不加也沒關係 OK 好,那我們把它save之後 接下來 如果你剛剛已經run起來之後 應該可以看到這樣畫面 沒問題 那請各位再驗證一下 因為你不怕會有問題的 DDMS 在data裡面的data會不會有一個db產生 會嘛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抓回來 用什麼呢 用那個 我給各位那個工具 或者你們自己網路上找找看 有一個sqlite相關的browser工具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data structure 這邊就會出來了 有沒有 它裡面的欄位啊 這個table01很清楚嘛 圖形畫一定應該都知道 那裡面的話有沒有 它的一個feel的結構就是 integer primary key 然後兩個 一個name 一個price 對不對 然後呢它裡面存的東西在哪裡呢 在這裡 點下去 一個table01對不對 那存什麼東西呢 其實你可以點擊之後 它就會全部秀出來 有沒有 編號 它沒有auto equipment 可是證明它會自己加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sqlite有防呆功能 沒有加 它會自己幫你加進去 然後呢裡面的資料也秀出來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應該很清楚了 實體的跟虛擬的 我想這樣應該就 大概就夠用了啦 我想一般你們實際上開發工作 你會用 應該不至於會搞得很複雜 還要做什麼很複雜的搜尋 可能性太低了 大概就是放放資料 然後把資料拉回來 要秀就秀嘛 對不對 不秀的話就是看什麼機會 大概就這樣啦 夠用了 ok 好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可以把剛剛的部分再完成 然後呢也試試看 把這東西get回來 因為其實你最後要驗證一下 如果你不會驗證的話 很多時候狀況出來你也搞不清楚 到底有沒有成功 你也搞不清楚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個 那個 是 有發現這個 這個問題有沒有 這邊多拼錯了一個字 這我等一下會修正 那你會發現呢 我剛剛我們在compile 各方面都沒有問題 而且更神奇的是 它居然也讓你過 而且在type裡面呢 它自動幫你增加一個 我拼錯的那個有沒有 這一個type出來 INTE R GR 有沒有type的部分 也可以過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我當然盡量避免這個錯誤啦 只是說呢 如果這種錯誤發生的時候 它也會自動 它裡面沒有這個這個data type 但是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新的data type 好